那个等腰三角形部分的话 我们前面是有先做了一个所谓的等腰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加上空白 那其实可以从这个范例衍生出来 其实再去画等腰三角形就会比较好理解 那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固定 固定什么呢? 固定就是1到13 1到13 这个症状考试的题目部分的话 题目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它绘制的是N N的话呢 等于是说它画出来的函数是多少 所以变成说将来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个题目的这个位置 恐怕就要把它变成一个变数 比如说一个A好了 OK 那如果变成一个A的话 那当然这个地方输入一个A 比如说输入7的话 那就画7行 那这边应该是什么?把它改成A 如果是A的话 那应该这个停下来应该A加1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必须再把它改一下 另外的话呢 这边就是 就是这边可以把它改成A 其他理论上应该就不需要变动 所以如果我们按照前面我们讲过的这一道题 那如果细节部分 假如你已经忘了差不多的话 其实可以回头看一下我们那个就是上课的那个论坛里面 我记得应该是在比较前面的吧 应该是第三次的上课 其实里面应该就有了 所以如果假设你对那个 在这里 有没有 星号输出三角形 在第三次上课的部分 如果你对于那个星号输出三角形部分 已经有点陌生了 那就是回头再看一下 怎么样先输出一个三角形 然后改成前面有空白 然后有正向有反向 另外的话呢 再来就是把它改成什么 等腰三角形的整个过程 那因为呢 这个前面讲过 所以我这个部分 我就不重复讲 我们只是说要把它跟 这个410这一道题 要怎么样把它做 做一个 两个题目怎么样做改变 把它改成 延伸到这个410这一题 那首先的话当然 我们其实如果说有个变数 我们其实可以拿什么 方法1 其实你用方法1、方法2都可以 甚至当然还有方法3、方法4 应该理论上都可以想出很多种方法 那只是说呢 我之前跟各位讲过 方法1比较好理解是因为 我这边的话是用什么呢 用13去 就是前面的空白部分的话 那这个就是空白部分跟前面一样 比较会特殊部分就是 那个黄色底的部分 黄色底部分的话 我的想法是这样 因为刚好我们用计算的 如果原来是直角三角形的话 那理论上中间这一条 基本上都会有啦 就是说中间这一条 那两边变成好像一样 只有中间这个地方不太一样 也就是说中间这边的话 它变成有点像两边都共用的部分 所以我的想法是 干脆我把这个地方的 这个变数i的部分 我把它乘以2之后再减1 那当然你除了可以这样看之后 另外你可以去看它的数字 比如第一个是1、3、5、7、9、11 你会发现呢 刚好这个数字跟列号 刚好是2倍-1 有没有 所以它刚好是1、3 等于应该是2 那2倍乘以2之后应该是4 可是少1 所以我们可以用推的 可以计算出一个公式 就是刚好是它的列数 列数的2倍-1 所以我们可以衍生出这样的公式 OK 所以如果把这个公式带进来的话 把它Ctrl-C一下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 这个地方我们开一个新的文件 把刚刚的这个等一三角形部分 把它拿过来用 那你会直接执行的话 应该会有一个等一三角形 这个是13行 13...13列 也可以13列 OK 然后如果说 我要把这个地方改成变数 比如说它这个题目是N 这题目 我们来看一下第410这一题 410这一题的话 跟之前我们讲的 那个就是第三个单元 最大的不一样就是 它这边是依照使用者输入N OK 那会画出对应的等一样三角形 OK 然后一定输入一个正整数 然后以星号画出三角形 如果输入7的话 应该是1234567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输入7就是7列 OK 那如果输入13 那当然就是跟刚刚那个一样 13列 所以如果要达到这样的 这个需求的话 其实也蛮好改的 第一个请你在上面呢 增加一个N好了 N等于什么呢 Input 让使用者输入 你要几边啊 那我用int转型 OK 那怎么样呢 如果今天输入7的话 那它就把这个7的7列 OK 输入到这里 那再来的话呢 把这个N带到哪里呢 带到这里 其实应该带两个地方 一个 两个 N 这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什么 N加1 因为它停下来的位置 所以把它加1 然后呢 再来底下这个地方 把它改成N就可以了 那其他的地方不改 理论上应该 就可以做出我们的效果了 OK 执行看看好了 比如说它要的是7 是不是写N 这边少一个小刮虎 OK Input 执行一下 那这边的话输入7好了 Enter看看是不是7边 OK 看一下 1 2 3 4 5 6 7 OK 没问题 那就是之前一样的 OK 那只是说 这个跟前面我们讲过那一题 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就是 可能 我们在这个列数部分的话 必须要多一个Input 就是 也许多一个N 那这边把它改成N加1 那这边的话呢 把它改成N-I OK 那其他大体上 都 差异性不大 OK 那其他部分的话呢 其他部分应该就 所以解法部分 另外的话当然除了这个解法之外 其他的话我还在那个我们的解答里面 我还有放这个解答部分的话 刚刚写的是方法1 OK 如果其他我还想过其他的方法 也许你用方法2 方法2的话呢 就分两 变两个回圈 那相对的 相对就没有刚刚这个这么精简 OK 有两个回圈 另外的话呢 另外一个方法 用加 就是 2倍加1 这个也是 可以做出结果 那至于差异在哪里 我想你们可以再想想看 因为其实我讲过 程式 不是说只能有一种解法 那最重要是 你自己想出来 那个方法 其实是最好的 那请各位试试看 那个410的部分